哪個大區的 奧華大區的 今天的題目叫做《玻璃教訓之國》 我們不在裡裡就很容易在揮條的裡面 暴力的裡面 我想到加拉拜書的主題就是 基督頂替律法與宗教傳統相對 那邊二章就講到說 彼得本來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飯 你看到雅各那邊來的人 就趕快隨火裝甲跑到旁邊去了 然後《石獨行算》十章也講到 當時戈里有外邦的一個官 有一個郵郵向外有一個異象 說叫他去請彼得 那彼得剛好也有一個異象 一塊打布裡面有很多的動物 然後很多是不潔淨的 然後有一個聲音就叫彼得 起來宰了吃 那彼得一想說 哎呀這裡面好多白鼠不潔淨 他說主啊我從來不吃白鼠不潔淨的 連延續三次他都不敢碰 所以故就收回去了 這時候就有這個仆人來一起查去 他才枉然大悟 原來他們猶太人是不跟外邦人接觸的 但是為了不應的緣故他必須要去 所以這就看見說 今天我們常常活在我們的道理規條的裡面 那我記得我以前有一次 在那樓下失禁服飾 結果有個服衣沒有 他要收進 脫掉衣服 一看 身上有一包煙 我當時第一個反應就想 勸他說 弟兄你收進以後不可以再抽煙了 到了喉嚨旁邊 卡住了 我主跟我說你算什麼 這個弟兄他要信主 你怎麼能跟他枷鎖 從此以後不可抽煙的話 他就是壓力就好大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常常認為說 你信主以後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我們教會從來沒有貼任何規條 說你信主以後不能怎樣 對不對 完全是生命之靈的律 在裡面我們教導我們 還有這個聖靈的包遊來圖火 教導我們 這個弟兄不是有一個見證嗎 他說一個鄉下人得救了 在山上 你看 那他平常都喜歡這個 喝個小酒 這個 的習慣 結果他那天想說我要不要喝酒 傳道人沒跟我講說可不可以喝酒 後來猜猜看他有沒有喝 他沒有喝 後來那個弟兄問他 你為什麼沒有喝 他說在我裡面當家的不虛 所以我們信的是又爭又活的主 不是宗教悲條目的道理來枷鎖我們 所以我們必須時時刻刻操練我們的靈 活在靈靈 聖女高游的徒母會教導我們 那這個待會兒 這個文章提供把那個 這次的東京訓練的標語 改寫一首詩歌 待會兒我們來唱 那個調子滿熟的大門95首 那這個在唱之前 這個上週我們已經說完這個訓練了 然後這週第六週感恩節都會完了之後 下一週開始就要進入到冬季現場訓練的信息 那這個標語一定要把它背起來 我很享受這個標語 我來享受一下 那個舊約裡十二卷歷史書的內在意義 乃是其是神在人行動中的 人在人歷史中的行動 然後那個 為神預備道路 以成就比完成神永遠的精靈 這次藉著他成為人 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為神 只是無分於神格 好產生並建造造備 做基督的生機的身體 終極完成新夜路殺人 做他終極的彰顯 以色拉用蜀天的真理 把以色列人重新構成 在主的恢復裡我們需要許多以色拉 他們是禁師教師 他們就是那些與神接觸 然後被神盡透 與神示意 被神充滿 並精通神話語的人 這種人才夠資格在主的恢復中做教師 我們需要憑基督而活 並活出基督 因而顯大基督 好使我們能建造造會做神的彰顯 我們要彰顯神 就必須天天見著化中之水的洗滴 被聖化並得更新 討獻給我們的新郎基督 做他純潔榮耀彰顯神的心腹 為著建造造會做基督的生平 需要按照四項屬靈的原則 從事屬靈的 四項原則 從事屬靈的征戰 不能用屬肉體的兵器 要守住生天的地位 用屬靈的兵器 這些屬靈的兵器 有能力 攻倒仇敵 堅固的營靈 領會 這個祷告乃是征戰 並在天的禁界裡 從神的寶座發出征戰的祷告 好可怕 好可怕 好可怕